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。第四五四章,你算什么东西? 李维斯大怒。他是娱乐公司的老板。最忌讳的,就是这句话。他转身喝道,哪个混蛋说的?给老子站出来。看我不把你一起丢出去。 是我说的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我丢出去。 来人出现在众人的眼前。是一男一女。这两人的相貌有几分相像。不难看出是兄妹。 男人身上带着一种逼人的气势。虽然他很年轻,但是给人一种久居上位的感觉。而且那双深沉迷人的双眼里,透出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感觉。 叶浩轩微微一争。眼前的这个女孩她认识。就是她来京城的时候,在飞机上救的那个女孩。 薛听雨。 是薛少。 才子。 那女人是? 废话。 这还用问吗? 京城一文一五两朵金花。 这女的就是薛大嫂的妹妹。薛听雨。 号称京城第一的才女。 真漂亮。 女神啊。 这两人一出现。 就引起一阵轰动。 薛家自老太爷那一辈起的第四代代表人物。 就是这兄妹两人。 两人都是精彩绝艳之辈。 在京城的圈子里。 又有谁不知道。 薛。 薛少。 李维斯脑门上的冷汗,瞬间流了下来。 他刚才盛怒之下,出言不逊。 他怎么也没想到来人竟然是他怎么也不敢得罪的人。 薛家这庞然大物。 就算是动动小手指头。 明天他就得滚出四九成。 你是谁? 薛听宇宙这眉头问。 回薛小姐。 我我是。 传世娱乐的李维斯。 我是个小人物。 小姐可能没听说过。 李维斯结结巴巴地说。 我的确没听说过。 薛听宇摇摇头。 不再纠结这个问题。 虽然他说的话急伤面子。 但是李维斯脸上不敢流露出一点不悦。 你说他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。 薛听宇丁这他冷冷地说。 这。 李维斯心中一凸。 难道叶浩轩和薛家小姐有交情? 那就对了。 不然他一个从未在京城出现过的外地人。 又哪里来底气在这里,跟唐家叫板。 想想自己得罪了薛家的朋友。 李维斯就出了一身冷汗。 他连忙鞠躬道对。 对不起。 我不知道他是薛小姐的朋友。 对不起。 我该死。 我该死。 他不是我朋友。 薛听宇认真的说。 李维斯脸色一致。 不明白薛听宇这话的意思。 也难怪。 京城第一财女。 思维跟别人的确是不一样的。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 薛听宇又补充了一句。 李维斯双腿一软。 差点瘫倒在地上。 救命恩人。 远远要比朋友这两个字的分量要重。 想那薛家是什么样的存在。 他连薛家的脚后根都巴结不上。 而叶浩轩却能被薛家第四代领军人物称为救命恩人的人。 那是什么样的存在。 对。 对不起。 我不知道。 我该死。 我该死。 请原谅。 请原谅。 李维斯下得尿都要出来了。 他一下一下地抽着自己的耳光。 你应该问问叶先生原不原谅你。 薛红云淡淡地说。 李维斯马上转过身。 对着叶浩轩自抽耳光。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 行了。 滚吧。 叶浩轩淡淡地说。 谢谢叶先生。 谢谢。 我滚。 我马上滚。 李维斯顾不上面子了。 也顾不上以后圈子里的人怎么看了。 遇上薛家这种庞然大物。 换了谁也不会比他表现得好一些。 他转过身。 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。 他的保镖连忙跟上。 你好。 认识一下。 薛红云。 叶浩轩脸色微微地有些沉。 并没有伸出手。 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最大的敌人。 或者说是自己的情敌。 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。 这个人不是简单人物。 叶浩轩。 我们又见面了。 这是我哥哥。 薛听雨笑道。 叶浩轩点点头道。 你好。 他的声音又冷又硬。 让人听了。 极不舒服。 薛红云收回手。 他并没有生气。 只是看到叶浩轩的样子。 他微微有些诧异。 他不明白这个第一次见面的人。 为什么会对他有些敌意。 他点点头道。 我小妹之前提起过你。 上次的事情。 谢谢你了。 我是医生。 这是本分罢了。 就算是看到路边的乞丐。 也会一视同仁。 叶浩轩淡淡地说。 薛红云的脸瞬间变了。 叶浩轩竟然拿路边的乞丐和薛家的千金相比。 他真的不怕死吗? 四周的人脸色都变了变。 心想,这小子真的是不知死活。 竟然连薛大嫂的面子都不给。 而且还拿薛大小姐和路边的乞丐相比。 他不想活了吗?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? 薛听雨微微地一争。 他明显地感觉到。 叶浩轩对自己。 或者说,是对薛家。 并没有好感。 这种感觉他第一次见到叶浩轩的时候就有。 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 哥。 唐大少在那边似乎是找你有事情。 你过去看看吧。 薛听雨像一边一指。 他这样无非是给自己的哥哥一个台阶下。 不然的话,现场的气氛会弄僵的。 不管叶浩轩是出于什么原因仇视自己。 或者说,是仇视薛家。 他都不想让他和自己的哥哥有什么冲突。 薛红云的脸这才渐渐地缓和了下来。 他点点头。 颇有深意地瞥了叶浩轩一眼。 这才转身离开。 这位是你女朋友吧? 真漂亮。 薛听雨看了萧海妹一眼。 薛小姐好。 萧海妹微笑这点点头。 他知道叶浩轩和薛家之间的事情。 所以暗地里碰了叶浩轩一下。 示意他不要弄得太僵。 如果你在京城有什么需要的话。 可以尽管说。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办。 薛听雨递上去了自己的名片。 被萧海妹掐了一把。 叶浩轩也颇无奈。 说真的。 他现在不想跟薛家有什么交集。 但是他还不得不点点头。 接过了名片道多谢了。 如果我办不到。 我会让我哥哥去帮忙的。 他在京城。 可是称为才子的。 在这里。 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。 薛听雨微微笑道。 叶浩轩心里一抽。 他手一松。 手中的名片落到地下。 他的神色微微地变冷。 沉生道。 不用了。 我自己的事情。 自己会解决。 薛小姐还是去吧。 我只是一个下等身份。 免得跟我在一起。 辱没了薛小姐的身份。 薛听雨微微地一愣。 脸色微微地变了。 他不明白叶浩轩的情绪突然转变得这么快。 呵呵。 呵呵。 薛小姐。 他人就这样。 你不要介意。 在清源的时候也是这么一幅臭脾气。 萧海妹连忙上前。 萧海妹连忙上前,捡起地下的名片。 我知道。 她是高人。 高人的脾气都是很古怪的。 不过。 我喜欢这样的性格。 薛听雨双眼放光地看着叶浩轩。 萧海妹心中一凸。 隐约有些不好的预感了起来。 这薛家千金虽然被称为才女。 但是她不善交际。 不懂人情。 不会是对这家伙有好感了吧。 好在,薛听雨只是深深地看了一眼叶浩轩。 然后便转身离开。 萧海妹这才松了一口气。 她转身白了叶浩轩一眼称道, 就算是心里不高兴。 也不用表露在明面上吧。 叶浩轩无奈地叹道, 换作是你。 你会怎么样? 我们迟早要交锋的。 无非是时间问题罢了。 能有好意识, 就有好意识吗? 况且。 这个人。 不是一般的顽固。 树底枣了。 对你也不利。 萧海妹叹道。 反正都这样了。 今天晚上我来这里。 得罪的人还少吗? 叶浩轩苦笑道。 萧海妹无奈地摇摇头。 挽着叶浩轩坐到一边的沙发上。 她取过两杯酒。 递到叶浩轩手里一杯今晚的重头戏, 要开始了。 什么重头戏? 叶浩轩诧异地问。 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? 就是说今天晚上举行拍卖会。 前来参加这个派对的人都要拿出一件, 自己珍贵的东西拍卖。 要收取30%的手续费。 但是, 这手续费, 不是派对主人得的。 而是用于慈善事业。 萧海妹道。 呃, 我想起来了。 叶浩轩恍然大悟。 她转身道你也有东西要拍卖吗? 我一穷二白的。 哪有什么东西卖啊? 要说最珍贵的东西。 就是你了。 可是我舍不得, 把你卖了啊。 萧海妹落落笑道。 想把我卖了。 就把我卖给一个富婆。 我当小白脸。 然后在正前包养你。 叶浩轩哈哈一笑。 就在这个时候, 一名身装礼服的女主持人拿这表课峰走到了正中央的舞台上。 她清了清嗓子。 然后以甜美的声音笑道各位来宾。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晚上能够光临这个派对。 我代表派对的主人。 对各位表示真诚的问候。 现在拍卖正式开始。 今天所有拍卖的藏品全部收取30%的手续费。 所得手续费全部用于慈善。 主持人说话。 下方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。 派对的主人是谁? 叶浩轩问。 不知道。 总之是为能量很大的人。 听说举行这次拍卖会的目的就是做慈善。 基因德。 萧海妹道。 派对的主人身体一定有样。 而且还是难缠的病。 叶浩轩道。 你怎么知道? 而且,他身边一定有高手建议他这么做。 因为做好事就是基因德。 在某种程度上, 应德比看医生管用得多。 叶浩轩笑道。